OPPO Reno 11发布 OpenAI研究人员警告 AI潜在威胁 OPPO正式发布了Reno 11系列手机 推出Reno 11 Pro和Reno 11两个版本 即刻开启预定 并将于11月25日正式发售 Reno 11 Pro售价3499元 Reno 11售价2499元 该系列采用宝石灵感设计 提供四种颜色选择 在成像方面 Reno 11系列采用了单反级全焦段三摄系统 包括3200万单反级人像摄像头 5000万单反级广角主摄 和112度单反级超广角摄像头 该系列搭载Color OS 14 提供与Findex系列相媲美的一致的颜色 色调和质感 此外 手机配备四年超耐久电池 分别由联发科 Dimensity 8200芯片和高通骁龙8家芯片驱动 另一方面 在Ultman被罢免之前 OpenAI研究人员向董事会发出警告 提到了一种具有潜在威胁的强大人工智能技术 这项技术来自内部的QSTAR项目 展示出先进的推理能力 一些OpenAI内部人士将QSTAR视为人工通用智能追求的重大突破 然而员工对公司商业化这种先进人工智能的准备性表示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